你不想做什么 实验进行到哪一步了 现在 还在攻击阶段 马上就要进行动物系实验了 但动物系实验 如果没有成功的话 就需要再调整 总之还需要一点时间 虽然外婆之前都念到说 想参加临床 但这真的不是小事 因为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 好好思考一下 我想加入课题小组 你不是本来就是我们的成员吗 我的意思是 成为一名真正的成员 早上你把那翻译 发给我的时候 我还愿意打算 破罐子破摔不干呢 坦白说 其实我这两天 真的不想干了 别说实验室了 研究生我都不想读了 那是什么事情 让你改变这个想法的 因为我必须要知道 那个早晚有一天 放进我外婆身体里的东西 是怎么来的 那你还敢发这样的翻译给我 那个 那个文献 跟这个项目有关系啊 是 不过你放心 你这样的东西我看一眼就删掉了 是不会让它出现在我项目里面的 算如此 我还是希望你可以知道 就算今天在这里的不是你的亲人 那也会是别人的亲人 经不起点马虎还有忽衍的 完成不可能的难题 拯救冰死的生命 带领全人类走向更先进的文明 其实听起来遥不可及的话 就是我们科研人员 你必须完成的使命还有存在的意义 所以我希望你 只要在这里的一天 你就要全身心地尊重它 想进实验室也不是我说了算 你就问蒋教授吧 只要过了她那一关就没有问题了 对不起 文献的事情 是我做得不对 我以后不会再那样了 但我还是想说 即便我现在做了这个决定 也不代表我认为我之前的选择就是错的 对 想赚更多的钱 想要更好的收入更好的工作 不想法本来就没有错了 但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想的话 这世界就不会更好了